勒龍 還像一個基隆的龍子 這是一個龍子 它在掛在你的胸部的後面 而且是輕鬆的 那個位置就是你的最健康的位置 那很多人說 那我輕鬆化 這個是輕鬆 你表示什麼 你的身體有功能的概念 那你必須要調整 真正的輕鬆化是很像我們輕鬆化 剛好是對陣的 在人的垂下面就是你的肩膀 所以第二個就是肩膀 肩膀輕鬆化要掛在一個對的位置 第三跟第四呢 需要一點醫療 第三個呢 就是肚子的醫療 很多說肚子什麼用力 很簡單就是握拳 去擋別人的褲子 你看他肚子會做什麼事情 他一定會在你拳頭到之前先怎樣 先硬住 不是收進去用硬住 他不是收進去 他會處理撐住 這個就是保護我們的腹腔 然後他會變成穩定的基本動作 叫做反射 我們每一個都有這個求生跟 不要被殺害的可能 其實就對了 但是我們公共有 所以我們沒有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 盡量讓你的肚子有這個必要 那很多人說他怎麼辦 就平常你看很多 我們這邊社區 老先生老太太邊走路邊打步 就是提醒自己人要 就是提醒自己人要 搭對 對 對 其實我跟你們講 這麼久都站在那裡 所以我都有這種意義 只是沒有辦法 電腿一直用來 就是 他就是 所做 我們要做 他也同時提升了什麼 你要把脊椎往上拉 很明顯 第四個 屁股 我們的屁股是最容易對不對 但是大部分人是 臀部失憶症的患者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屁股 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大部分人都認為 屁股是 對不對 要老黏黏的 要不秀 但是我們身體要越 越軟越好 坐下才舒服 但是其實 有肌肉 他坐下還蠻舒服的 可是你要有辦法 他變遠一點 所以你站著的時候 希望你的屁股是硬的 其實是可以 你可以驅動它 他沒有練習 就是這四個問題 你的脊椎就會拉直 所以第一個 想辦法把脊椎拉到最好 就是 很像一個乾絲 第二個 把你的尖角骨 掛在對的位置 很輕鬆地掛 不要蹦 第三個 肚子一定要盡量 撐住 我們叫做 Bress 支撐 然後再來就是 啟動的臀部 讓你的身體能夠站 不是通過大腿的臀部 不通過大腿的臀部 這是你的 這是你的 會講的 希望我對你是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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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個書的問題 你建議這本書怎麼去看 因為 你說希望教我們自主訓練 然後 怎麼去看 根本是 循序盡盡 因為中間你又有一些訓練的 Viva Code這些 是真的 從第一張 這樣看到尾巴 然後另外一點 要執行的話 你期待一個 剛開始運動 要以多久的 cycle的時間 來執行這樣的東西 然後能達到你 希望讀者有 達到你 有些寫這本書的 一個期望 來收穫 你這個問題是 你最怕會的 這個真的是 就是他很標準 那是說實話 那是我先回答你以後 就是說 是不是要按照手續建立他 我覺得不一定 就是說 不需要按照你的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但是我希望 你能夠知道 他的整個架構 就是說 我剛剛在談 訓練 他是有技術 有力量 然後再來有技巧 你可以先看技巧的關係 你可以先看力量 你練習 最後看技術 但是你會 要把這個架構先想 就是說 我的每一個架構 是怎麼疊上去的 就好像說 我今天要蓋一百層大的 那勢必要有低級嘛 可是你現在已經住在一百層 一百層樓了 你的低級有沒有在 在啊 可是你不會今天去看它 你也不會一直去觀察 第幾層樓 可是你已經住在一百層樓 那概念很小 你會不會先到一百層樓 那這關鍵是 你要對整個架構很清楚說 我今天能夠在一百層 是因為我有地基 我有一樓 我有二樓 我有三樓 所以我慢慢的變到一百層 就是這個概念要 這是第一個我想講 其實它是可以 跳著看的問題 但是跳著看 一定要先保護目路 目路是就這麼 這個大肝的結構先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說實在這本書 我剛剛一想講 就是說 我不敢說真的 你可以自己一個人 對不對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做過了 體力老師在教導你過程 我建議你找個專業的講義 你就把它當作補你的體力套 你就花幾萬萬補體力套 比你花幾十萬躺在冰床上要吃起來 我個人不相信 很多人說 那是因為我做這個行業 就算我不做這個行業 就算我沒有開這個公司 那就不要運動了嗎 是因為有開這個公司 阻礙你的運動 還是應該促進你運動 我就應該反過來想 就是說 這本書 我個人比較不會想說 跟著我這樣做 跟著Candy老師 然後呢 就可以幾週 拿到什麼結果 然後呢 保證你有效 什麼 沒有那種保證有效的 我也不認為每一個人 都應該在六週四週 他就變成你死 什麼樣子 那是沒空人的事情 我也覺得那是行銷手 而且我覺得他們講的是 負責的地方 每一個人都要許許見證 因為每一個人條件不一樣 你今天要我跟你講 你應該怎麼樣 除非我很清楚 或許我還跟著 一步一步跟著你 然後呢 我今天講的話 過了三個月 我算是不對 因為變了 人的身體是在變動 不斷的在調整 所以我覺得 沒辦法去講一個 Key 蓋子 說要多少時間左右 如果講得出來 的話我覺得那是神明 我應該要好好的 從明白 他不是神明 所以我覺得 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我剛剛講 觀察 一定要先觀察自己 最好的觀察法是什麼 不斷你去想說 我到底會是科長 然後去知道你的身體的狀態 然後呢 還要有這個心 你有這個心願 就發差不多重量 如果你連這個念頭都沒有 那就不用講 第二個 即使你找了教練 是誰要為你的健康福祉 你不是教練 他是自己 教練 畢竟是一個像 一個公司的病人 老闆還是你自己 不能當總經理 你是你自己的總經理 你是自己的總經理 你再請更厲害 最厲害的 我不敢說我教你這個厲害 但是你如果是形容我 你還是問你自己負責 我又不能幫你負責 我只能在我 知道的 有限的這個經驗 跟知識裡頭 跟你分享 最後你要想辦法 想辦法是什麼 有道理的 對你幫助的好好學 沒道理的 你可以知道 再找更好的老師 更好的教育 教育就是這樣 他沒有一個絕對的對錯 永遠都在尋求 Better and Better 所以我 我那個狼狼就是 Better and Limited 而不是 Go to your best 我已經過一句話 就說 Last thing is best Best is the worst 最好的是最糟 因為你已經達到頂峰 你就不會想進去 但是又沒有一個最好的狀況 他有人是一個最好的狀況 你永遠都會進去 如果你去Best 你就不會Better人 那不會Better人 你要還有什麼目標 所以Always要尋求Better 然後不要去設定說 你今天一定要怎麼樣 其實 你改變你的思考模式 生活模式 運動模式 秉食模式 很多時候都一直變 然後變的過程之後 你會再看到新的狀態 新的問題 然後你再去學習 人是這樣一直學過來的 我這本書本來也不是白魔 他不會告訴你全部 我只能告訴你經驗 可能再過幾年 有些想法也一直說 我覺得有可能 但是呢 我告訴你不是說 這是對的 而是告訴你 這是我的經驗 然後呢 學著不斷的Better人Better 去尋找更好 對自己的幫助的知識 觀念 態度 然後呢 最後是把你 學到你跟A 分享 一個人快樂 健康絕對不會是最好的 一定是你的中高的朋友 你讓更多的人快樂 健康 你會讓你更快樂更健康 也因為你要讓別人 更快樂更健康 你可以學得更多 這很妙對不對 因為你想幫助很多人 所以會讓你自己更緊張 可是如果你不想幫助別人 你想要弄自己 我想你的眼界 你的經驗 你的視野 你對事情觀察的角度 就只有你自己而已 沒有別的角度 但是這世界根本就是無限角度 一個杯子有多少觀察角度 無限 你車風廣的角度看對不對 上下左右 差一度就看得不一樣 還可以怎樣 吸引眼看 它的材料 它的shape 不無限 既然一個物體 一個object 它的觀察都可以無限 為什麼一個人 你的觀察會知無種 可是我們always 一種觀察能力 你必須觀察自己 的一個狀態 可是你卻不太願意 用各種角度來觀察 場面觀察 不同的生命體 其實這也是我這本書很想講的 我不是想要寫一本 永遠不會錯的歹果 我在想 這本書很可能再過幾年 就是 有瑕疵 而且很快就會錯 但是 我希望就是那個脈絡 那個思考的邏輯 需要帶給大家一個經驗 就是 我們需要不斷地突破 Beyond Limit Better and Better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永遠都在追尋過 這種人的目標 這樣子 不曉得辦法回答你 其實選手也是這樣子 很多選手問我說 你告訴我 我幾個月後 我可以怎樣 我說 我可以告訴你 幾個月後怎麼樣 沒有人會知道 那你願不願意跟我一起做 有可能會快樂 好 那我時間 要好久一點 還有什麼問題嗎 或是想要分享的 我很開心因為你會同學 真的很高興 如果 沒有到我們今天是不是 阿 對對對 我們有 Under Armor 大家知道那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 發現我全身上下穿的 包括裡面穿的都一樣 都是 都是 因為 第一個我很喜歡這個品牌 他們的材質 然後這個理念 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叫 I will 我願意你 其實跟我剛剛 通過到我講的一個 如果你不願意 你不用講給你 你必須要先願意自己 那 他提供了一些獎品 你知道嗎 他視線就跟我講說 我一定要找一個三個問題 那我 我想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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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獎品還不錯 好 我的題目也不會太難 一定是我剛剛有講的 好不好 請問一下 不用擔心 不可 不可 很簡單 運動健庫訓練的金字塔 有哪三次 不是 生命 運動訓練金字塔 我講 訓練能夠三層 技術 最上面是技術 第一個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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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那位先生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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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這個顏色 是綠色的 好 最後一題 請問一下我這本書叫做 天理甘思源 運動健庫全書 那運動健庫真正的目的是誰 快樂是這個 是的 恭喜你 恭喜你 那我想最後要怎麼說一下 快樂有這麼多的快樂 吃一餐也蠻快樂的 對不對 然後去買件衣服也蠻快樂 那我覺得快樂可能稍微給自己一點點 用時間去思考一下 或是用層次去思考一下 什麼樣的快樂可以 讓那個深度是比較深透 那個維持的長度 是比較長 那才是我們真的要下最大的 可是有時候我們對這種快樂 是不太有感覺 或是不太會分辨 我們花最多的時間是 在那個比較淺的快樂 然後時間比較短的快樂 去花最多的時間跟金錢 去思考一下 你去買一件衣服 你吃一頓大餐 你可能都會毫不永遠 對不對 可是對於某一些學習 對 要付錢的那種學習 或是去請益別人 要花時間 或是在談一些 你可能認為說這個虛無感染的 你對生命的意義 要是探討的 你會覺得那個不真的 有時候我們對快樂 有一個定義是哪 那我希望大家的快樂是 變長 那個快樂能夠不要變 能夠呢 不會有副作用的快樂 然後呢 那個深度厚度是很厚的 你會覺得很滿足的 不是很薄的 不是你吃的一餐 雖然那一餐很快樂 然後 對 隔天就很厚 又花錢 又變淡 然後又吃了那些 對 最愛的食物 然後你覺得很快樂 結果你發現很責任 你真的要生死下來 但是我希望用那個金錢 你會帶給你 每個文化都是 厚度夠厚 長度夠長 最好還是在生命裡面找到 很有價值 很有利益 而且更有利息 很強 不樂樂 對 很弱體 對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 謝謝你們 也謝謝那個 我的特別助理 那個提心 我有這個三個獎品要上去 那後面那個Terry 那個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安達阿密的那個代表人 很開心看到他在這裡 然後各位 不是今天這個結束 你們就不認識了 就是你們任何問題 可以通過忍視頁 或者Facebook叫 你運動最很好 或是你要加入我的朋友 在Facebook上 就是KennyKent Kenny是我的書長 那Kent是Ka跟做武器 你可以找到我 那我很願意你們分享 有些時候可能是小編 但是大部分都是我自己 我小編 或是你看那個文字 就叫做小編 但是那個講話比較 像我這個樣子 比較直接 然後有時候比較不羞識 那我就是比較嚇唆 那我希望我們能夠 真的 真的 真心的去做 自己覺得很快的 然後好好去改變 不改變是不會有的 人的軌跡不變 不會有的 人的軌跡不變 不會有的 好 希望我們 大家一起變好 我有時會不斷地學習 然後 通過這項學習 我們可以跟著 Better Better Beyond Living 謝謝大家 拜拜 好 好 可以啊 那我們要上台了